这是第二展区风史里面 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位作品 他是在1945年就来到台湾 那么短期再回到中国 再回到台湾的一个福建的画家 他的名字叫陈廷诗 但是他的木雕有一个笔名 叫做耳诗 为什么叫耳诗 因为他在小孩的时候 五岁的时候从树上掉下来 耳朵就变笼子了 但是他的一生 在一种安静的世界里面 作品表达了一种 强烈的宇宙撞击的力量 这一件作品就叫做 太阳与月亮 那么他这个系列的作品 在这一件作品中 用几个最重要而传统的色彩 红色 黑色 金色 就传达出了一种丰富的宇宙的力量 几乎像这些星球在宇宙当中的撞击分裂 事实上他这个当中既有太阳有月亮 也有白天跟晚上 我们可以看到黑暗的部分 以及明亮的部分 这个时期的艺术家他这件作品做在1983年 但是这个时期的艺术家都深受 人类太空冒险的影响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艺术家 作品当中都有圆的意象 他也不例外 不过他特别的这一张是一张板画 不但是一个板画 这个当中很多是刻不出来的 这个是运用台湾特殊的甘蔗板 你知道台湾因为种了很多甘蔗 甘蔗炸成糖 那这扎就被压缩成板子 这种甘蔗板是我们小时候 贫穷人家在隔间的一个最好的板材 因为它适合隔间又便宜 但是只要被雨淋到 就会膨胀就会破碎 有钱人家是用三零号的那种甘板 但是这种甘蔗板看起来的粗糙的痕迹 就变成了画面当中非常有力量的 这样的一种造型跟质感 就会说这种甘蔗板 这样的一种造型跟质感 就会看起来的粗糙的伙伤 就会看起来的粗糙的那种甘蔗板